新的東西就是晶體的結構 那當然我們知道說 自然界當中不管是 導體也好、半導體也好 或者是捲體也好 它其實有不同的那個 金格排列的形狀 那我今天等一下會那個 使局特的一個例子 來說明一下 讓大家更加了清楚 這樣子的晶房的聽說方式的話 到底 比如說我們在 這樣子的排列組的理念 那我們在它的 該有 該擺放原子的位置 保障上的原子之後 這些原子到底 佔不續這樣子 單位金格裡面的百分比 是多少 我們在記錄到這樣子的 我心理之前 我們還是把個就是 之前在 之前上課 跟大家提到的這個 立方經濟有三個結構的話 在重點跟大家呼吸一下 那順便喚醒大家 對這個 單位經濟一些 這些地域啊 還有說它能夠排列組合的方式 那當然所謂的那個 地方經濟的話 其實 資訊網路都已經知道 你就是簡單的在一個 直角地體的三圍紅色的直角 做標系上 你先擺放一個 正立方體 這個正立方體 當然是幾個意思 就是說它的那個 三個邊的邊長的話 大小之下 那當然所謂的簡單地方的話 就是說分別在這個正立方體的 八個點子上 各擺放一顆原子 擺放上去 所以就會像 地球來講 醫生畢業來看看 它就是有八顆的原子 分別擺放在這個正立方體的一個點點上 喔 應該六顆 不好意思 八顆 對 五顆 不好意思 就是它分別擺放一顆上去 那當然這裡的話 就是說 我們之前就有 定義出一個叫做 原子一個上述的東西 那所謂的金額常數的話 就是說這個 正立方體的來邊長 也就是我們在圖上 標示的這個 A 南圖子 就是它的 金額常數 那當然這個金額常數的話 其實未來 我們在 有一些 這些 化合物的材料 或者是一些 不同的材料當中 用像不同的材料 把它組合起來的話 其實它的這個 金額常數的評估 是取決於 就是說這個 材料跟材料之間的介面 它到底不對 現在一個量好的結束 那 這樣子 不同材料跟材料 其實未來我們在 半導體跟材料當中 我們就是要嘗試的把 材料跟材料 和不同材料 搭配起來 不只是單單一塊 這樣子的材料 因為你要搭配起來 它才有一些 不一樣的 電子的一些特性 所以這裡的話 是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簡單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正立方形的 八個地面上面 一個能放 一顆的原子 那 後面兩個這種 地方金格 其實就是 你可以把它視為 說是剛剛的那個 簡單的地方 再稍微 延伸 再稍微做一點點變化 那分別就是 第二類的這個 體系地方的話 當然從它的名字 你就可以去猜 就是說體系 是在它的正立方形的 中心 多了一顆原子 你去比較一下 這個體系地方 跟剛剛的一些學的地方 它的單位性格 排列組的情況 有關說 它除了原本 八個0.2米的原子之外 它的最中心 又多了一顆原子 在這個裡面 那當然這樣子的話 還是要注意 這是 體系地方 然後它能夠讓我們 整個的一個 情況 當然在自然間當中 像是 那樣的 或是屬於這樣子 面性地方 還有屬於那個 材料 那 第三類的話 面性地方的話 當然就是 嗯 之前就講過 那看起來的話 其實就是像一個 那個 骰子一樣 就是一樣是 把剛剛的那個 最一開始的 簡單的地方 八個0.2米的版本 在這個骰子 六個面 那六個面的中間的話 分別把它 插進 一顆原子 在上面的中間 所以你每次都插進 一個正地方 裡面的六個面 六個面 所以就等於 都插了六顆的原子 在這六個面上面 那當然這裡的話 其實這個 面性地方的話 在做其量當中的話 是有蠻多的 一個原素 都是屬於 這樣子的 排列組的前線 OK 所以這裡的話 當然就是說 老師剛剛一直在講 就是那個 單位金額 那大家還沒講 14年前不知道 單位金額 其實單位金額 它怎麼形成 我們所需要的 這個材料 其實它就是一個 最簡單 最基本的一個 單元 那我們就是把它 複製好幾倍 然後把它全部 重複的把它排列 都給寫 然後才會形成 我們所需要的一些 材料 那當然 特別就是剛剛 老師提供 這三個 立方的話 其實是蠻常見的 OK 所以呢 我們在 複製完就是 我們現在提到的 三個 立方建立之後 我們上課 來去 課本的一個 例子 那當然就是說 之後 上課的話 都會 比如說 在某個段落完成 那如果剛好 有適合的一些 席題 適合的一些 立體的話 也是會把它 拿出來 然後跟大家 稍微討論一下 那當然就是說 有時候 我們看一些 古法式敘述 一些介紹的話 其實人 聽起來 都會覺得 比較 越來越煩躁 那如果 透過這樣子的席題 有時候這個席題 是會有一些 數字這樣子去計算的話 那這個 可以 可以 動作品 那會 比較 容易去更加了解 這一段的這個 內容 他到底要 跟我們介紹的是什麼 東西 好 那當然 我們就是拿到這個題目 就先來看一下 一些難度 一下這個題目 他到底是要 握我們什麼 那他現在的話 他就跟我們說 是一個 那個 體系立方的 單位金額 那他現在怎麼做呢 他就是分別在 這些 他該擺放的 這個位置 就是 該擺放原子的這些位置 把他 塞進了 這個 球狀的東西 把他 塞進去 那他把他塞得非常 那個 紮實 就是說 他的那個原子 跟原子 之前他們是直接 很豬的 那他就問說 到底這樣子 把他塞房的話 其實 就是 整個 佔所有的這個 地方填出來的那一半 我剛剛講的很紮實的話 代表就是 比如說我們看 最遠的對角 像這個 V這點到的 他的那個斜對角的話 這個最遠的對角 他不是 這裡是 我們就經過幾個 這個一顆嗎 然後經過中間的那個 極心 最中心的這裡 一顆 然後到達他 最遠的這一個 對角的這一個 所以他其實是 經過那個 有三個 等一下是一個 那個丸子 串起來 三顆丸子 這樣子把它串起來 那老師剛剛講說 他把它填充得很紮實 就是說 這一顆原子 和這顆原子 他們兩個原子 是有直接 接觸在一起的 他們中間是沒有空隙的 那 這一顆跟這一顆也是一樣 那 他其實這一個訊息 給我們的意思是什麼 他等於是說 我們可以藉由 這樣子的那個條件的話 去知道 每一顆原子 它的半徑的大型是多大 然後我稍微 不好意思 就是說 假設那個 剛剛 最遠的這一個對角形 這個是B 那一顆原子 那 這裡我剛剛說 他們是完全解貼的 這裡是中型那一顆 那這裡是斜對角那一顆 那我 這裡到 這裡斜對角的話 其實 我記得說 總共有幾個原子的半徑 就是說 最 最B的那一顆的話 他其實 從B.N出發 他先經過一顆 原子的半徑 然後 再經過中間 那個體系 最中型 那一顆 他總共經過兩個半徑 然後 再經過 那個最 右下降那邊 一顆原子的半徑 然後他才到達 這裡的這個 並點 所以藉由這樣子的條件 我們可以先去計算出 每一顆 原子 它的這個 半徑的大項 好 那當然我們就是 等一下會在 那個計算過程當中 會來 那個 應用到這裡的這個條件 那 那個 老師剛剛提到就是說 那題目最終是要問我們 這些 等於是說 他是問說 我們把它塞到這個 地方底面 把它塞得很滿 但 你知道說球 跟球中間的話 你拿兩個籃球 你把它碰在一起的話 他 中間一定會有一些 縫隙 有一些空隙 那你等於是說 把 那麼多顆籃球 把它擺放到這些位置的話 我們要看說 就是扣掉那些空隙的部分 這個籃球占據 整個 編長為A的這個地方 它到底所占據的 百分比是多少 我們要去計算出來 所以 我們先選的條件的話 就是要看一下 欸 到底 這 八個點點下中心 這一顆 九顆原子 它 實際上的話 它到底有哪些 是真的在我們的這個 正地方底的範圍裡面 那 你覺得說 它不是說在那邊 為什麼我們還有提到 正地方底的範圍裡面呢 就是 因為老師剛剛在那個 講義的部分 跟大家複習的時候 我特別提到就是說 這每一顆原子 等於就是說 你準備完之後 你把它塞到 這一個立方底當中嗎 那我們去看一下 這顆塞進去的原子 跟這一個 立方底它的交集的部分 也就是說 看B這一顆 你把它塞進去的話 它是 它是有幾分之幾次 在我們的這個 正立方底的範圍裡面 這裡需要一點點空間 的概念 就是 它大概只有 八分之一顆的原子 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你就想說 這裡是一個 正立方底的那個角落 那我這個原子 把它塞進去的話 它上半部是 是樓空的 那另外 旁 右邊跟後面那裡 測試樓空 它其實只有 八分之一的那個部分 是有跟我的這個正立方底 有接觸 那除了B這一顆以外 其實另外七個 點點上面的這個原子 它同樣 都是只有八分之一顆 在我的這個正立方底的範圍裡面 OK 這裡要需要一點概念 我這邊再強調一次 就是說 我現在要看到底 所有我塞進來的這些原子 它實際 坐落在我的這個正立方底 範圍裡面的話 它佔的比例是多少 那我們就先看底點的其中一顆 底點的這一顆 你把它擺放進 這一個正立方底的位置的話 我們要看一下這一顆 它到底有幾分之幾 是在我的那個正立方底的這個範圍裡面 那你稍微用一個 立體的空間概念想一下的話 其實B那一顆的話 它有八分之一 是在這個正立方底的那個範圍裡面 那另外 其他底點也是一樣 OK 所以 這裡的話就是 我做這個題目之前 我首先要來計算一下 在這個單位金格裡面 這個原子 它實際那個 在它的那個範圍裡面的那個數目的話 它是數目多少 那我剛剛有比到說 八個頂點 它們每一個它只有八分之一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它 我就先這樣子 好 那八個頂點看完之後 它最中心體型地方 最中心的那一顆的話 它是全部是座落在我的那個 正立方頂的那個範圍裡面 所以我後面其實直接加一就好 這個加一的話其實就是那個 體型最中心那一顆 最中心那一顆 因為它全部都是在那個正立方頂的範圍裡面 那前面這八顆的話 它只有每一顆都是有八分之一的部分 它們是跟我們那個正立方頂有交集 它是在它的那個範圍之內 那我這樣加起來的話 其實就是本二 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雖然我準備了總共九顆的原子 然後我把它塞的很滿 我把它塞進去 可是實際 它在正立方頂的範圍裡面 那些原子數目的話 其實只有兩顆 因為分別就是八個頂點 它們最貢獻的 它們最中心那一顆 它是完整的貢獻一顆這樣子 所以遇到這個題目 第一個我們先計算出說 它的那個單位金額裡面實際 佔的那個原子的那個數目的話 總共是兩顆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想要看說 它到底這些佔據的這些原子 它到底佔原本的這個正立方頂幾分之幾 所以正立方頂的體積 其實就是它的那個三個變成是很簡單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 就是要去計算出每顆原子 它的那個體積的大小 那當然計算出它的體積之前 我們剛剛已經有稍微提到說 我們需要先知道它每一個原子的半徑 然後我們再利用動式的話 就可以其實計算出說 這一顆原子的那個體積的大小 所以每一個原子的半徑的話 我們就利用剛剛老師講那個最長的對角線 OK 那個長度 OK 正在看一次喔 就是說你要計算出每顆原子的半徑的話 透過它這個最原子的這個對角線的話 這裡 第一這裡有它的一個半徑嘛 那經過了中間這裡的話 這裡有一個半徑 這裡有一個半徑 然後到最原子的八徑的話 這裡有一個半徑 所以總共是經過四個半徑 那四個半徑的話 這段的長度是多少 這應該很簡單吧 我們其實就透過簡單的那個 直角三角形去計算出說 先從那個 它的邊長是A嘛 那你先去計算出說 它的一個那個 平面上面的這一個 比較小的這個對角線的那個長度是 對 跟它2A 然後再經過這個 再去計算得到那個 最長的這一個 那個 對角線的那個長度 然後它應該是等於 跟到3A 那每一個原子半徑的話 也就是說代表這段 這段的這個距離 往長徑的話 然後 它是等於 跟到3A 那雖然每一個原子半徑的話 它跟到3A 從通過 經過四個 四個半徑的那個長度 所以每一個原子的半徑 就是對於四個字 跟到3A 好 那等到這個半徑之後 當然我們就可以馬上去計算出說 每一個原子它的那個體積 體積的大小是多大 體積的大小是多大 所以就很簡單 就只能帶3合之 4 還 R 這三方 那R就是我們剛剛計算出來的這個 每一個原子的那個半徑的大小 所以 我們 稍微用計算去稍微按一下 就可以得到這邊的這個線 那我們整理一下出來的話 是等於 16分 7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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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2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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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這個來 가운데也是 所以我們要看說它到底這2顆原子的總體積佔整個正立方體的其他資格 所以正立方體的其他資格先把它放在河嵗 那上面的話就是放那個2顆連 Business 然後恒再這樣每顆原子的土深 這個會是麵包塞 還A的三方 加住一下這也是 那後面這邊的話 是一個臉子 好 那我們就是這樣子 那A三方這樣就可以用 就可以得到 它是在於 8分之 可以到3 拍 那也就是 我們想要看一下說 那個 它實際上的數字都是 把拍帶進去 然後你可以計算出說 它大概是在 68% 也就是說 藉由這樣子的那個 堆疊方式的話 其實 原子 跟原子之間緊密的碰觸 當然它中間會有一些空隙 那這些空隙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它扣掉 的話我們要去看 到底這個原子 實際填滿這個 正立方法的 意思多少 那 結果我們這樣子的計算的話 它是大概是等於 將近7成 就是8% 那我稍微 讓同學稍微 做一下筆記 那我等一下再把 這一題的 一些概念 跟大家再 重點提示一下 那接下來呢 我也會同樣是 正對就是說 另外兩個 那個 立方經體 它的那個 排列的方式 如果我們把 整個題目把它換成 另外兩個 立方經體的話 那到底 它說實際上 已經投出來的 能力是多少 我們也一起來把它討論一下 那麼就好 那麼就好 對 我們可以先把 補充 那是 很難免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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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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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里有点困难 我觉得这里比较困难 是去检查题目的意思 那当然经过了福岡 这样子的演算的话 你该了解说 他到底问的实际上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知道说 虽然我们已经了解三种 那个地方经过他的排列方式 那我们把它夹设一个情况 就是说每一个 原子把它视为像是一颗篮球 那我们把它塞得很慢 那塞有就是这些球的话 尽量的让它紧密的在靠近 那我们要看说 藉由这样子的那个挺充包的话 到底它 这些球它实际上有 呃 占据我们整个正立方体的那个 百分比的话 是 是多少 那当然就是 就是这个题目这种 等一下后面两个那个 立方进行的话也是一样 我们就先去看 到底这样子的排列方式的话 这些 呃 球这些原子呢 它实际做 呃 有几分之几 是全部真的是做落在我们的这个 正立方的地方 那当然 呃 这个体型地方的话 就是先看它的那个每个顶点 因为每个顶点的话 它们情况是很类似的 那每一个顶点 把原子把它摆上去之后 它实际上只有八分之一 是在我的这个正立方体的那个 范围里面 那中心这一颗的话 是完整注目在我们的 那个正立方体当中 所以 那我们 第一个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说 它的那个单位性格里面 实际的 总原子树木的话 那分别就是 八分之一点每一个贡献 八分之一颗 那已经最中心的那一颗呢 完整的贡献出来的话 加重起来 在单位性格里面的原子树 都都是有两颗 那接下来的话 其实 就是因为想要知道 它的每一颗的体积 就要先去计算出 每一个原子的半径嘛 那我觉得像这里 这个题目 等一下后面两个地方 这里 它的那个 另外一个困难的地方 就是在于说 你要去判断 它 你要从哪一个 对角线 哪一个长度 去得到每一个原子的半径 因为你等一下看 后面两个例子的话 其实它看的那个 长度 就有点不太一样 那这个例子的话 就是说 我们来看它最远的 哪一个对角线 就是从 左上角那个B 到右下角的 哪一个 那个低点 那那一段的长度的话 当然就是用简单的 直角三角形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说 那一段的长度 是等于 根号3A 因为整个正方体的 跌长是A 稍微计算一下 就可以得到 它的最长的对角线 是 根号3A 而这个最长的对角线的话 因为我们球跟球是 原子跟S 间是紧密的套在一起 所以这个对角线 它走过了几段的半径 就可以 很简单的这样看一下 对面 B那边呢 是有一个半径 那中心这一刻呢 是完整的 穿过它 所以它地步 它走过了它的 两个半径的那个长度 那已经 当它抵达了 最右下角的 这一个原子的时候呢 它也走过一个半径 所以 这个根号3A的话 等于是 是走过了四个原子 哦 四个原子的那个半径 那当然 它走过三个原子 那个 穿过它嘛 那所以 我们就可以 藉由这样子的条件 去计算出说 每一个原子的半径的话 其实就是等于 4分次 跟到3A 那当然得到半径之后 你马上就可以把它 带进了 它这个体积的共识 去计算出说 每一个原子 实际出来的 每个体积的话 是 是只有 我们用A这样子 来表示 那当然最终的话 我们想要知道说 在这样子 体积的地方 的调略金额当中 它实际填满 我们的比例的话 就是要去跟 这个正立方 而来比 所以就把那个正立方 你的体积 A三方 摆在多么 那分子的部分的话 就是看到底 它 它这些原子的总体积 因为我们原子上面 已经等到说它有两颗 那每一颗的体积 我们刚刚也计算出来 那你当然 既有这样子的比例呢 你就可以得到 在这个 体积的地方 它实际填满 这个正立方的比例的话 大概是 就是 68% 好 所以我们后面这边的话 我当然就是 也顺便把另外两个 那个 立方阶梯的 那个例子呢 把它 以相同的那个方式 来考大家的话 那我们这里 到底该怎么计算 那其实这里的话 如果我们刚刚 第一个小D 已经很了解的话 那这里其实只要 稍微变化一下 它不同的地方在哪 不同的地方在于说 它这些的那个 单位金梗里面的原子数目 一定不同 因为它 等于它的原子 在这个金梗里面 排列的方式 还有它的实际上 那个原子的数目 就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 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来 把每一个 它的那个单位金梗里面的原子数 就是那个D 我们要稍微来修正一下 那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在于 我们刚刚提到的 你每一个 那个原子的半径 不一样 因为我们刚刚 比如说我们刚前面的那个 提心地方的话 我们要把它塞得很满 中间还有一颗嘛 所以 因为你的正地方 你的那个size大小 等于是说 你就被一个箱子 这个箱子的大小 是固定的 那你要把它塞得很满的话 其实就变成是说 你的原子的大小 就会要对应的变化 那比如说像这个 简单的地方 它少了中间那一颗 那我要把它塞满的话 是不是每一颗原子的 那个半径大概 应该是要比较低一点 那才有可能可以办到 这样子的那个 填满的那个情况 那这里的话 我们等一下就知道说 其实我们要去计算 它的半径的话 从它的一个简单的变长 就可以分到了 好 那我们就是先 接下来的话就是 要修正的就是说 每一个原子的半径 那每一个原子的半径 我们得到了之后 那同样也是去计算出 每一个原子的体积 那再带到 我们最底下 那一种比例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知道说 它到底 这个空间比例是有多大 所以这里的话 就很简单 我就稍微从 刚刚的这个解词的过程 稍微再 再修改一下就好了 那这样第一行 单位金格的原子数目的话 它只是少有重心这一颗嘛 所以你就可以去把 后面这个加一把它 移掉就可以了 所以它是用一颗 那接下来 那就是 每一个原子的半径 因为 你就要去想 有想像说 你准备的时候 把它填 然后排列的很紧密嘛 那排列的很紧密的话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它的那个 原子的半径的话 就是我们直接用它 这个面长 可以看就好 因为 那面长是 A 那它总共有两段 半径 所以 一个原子的半径 其实是 二分之密 那我们同样的 把这里的那个 半径 带回这个 幾等公式 所以 所以 计算出来的话 这个每个原子的 地基 大概是那种 六分之排 A3R OK 那最后 我要来看看 它的那个 空间比例的话 它这个不是A3R 不便 那分子的话 包括它的 原子的数目 还有每个原子的 体积的话 我们就要稍微 修正一下 那特别是 它有 它只有一根原子 那每一个 的体积是 六分之排 可以 可以 3 多 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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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起来的话 好像我们必须 准备一个 准备八颗的球 它的半径 是比刚刚那个 体系的地方还要比较大 那球 这样子比较大的话 你把它特别小 当然它那个 露出来的那个 空隙的话 一定会比较多 那跟刚刚的那个 体系的地方 稍微比较一下的话 它比较填满的那个 比例是 稍微比较小一点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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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裡的話,跟剛剛那個前面那個衣服的話,是稍微留一點點變化 那我想問一下這裡的話,就想說,那為什麼剛剛我們在算那個半徑的時候,不是開這個對情形式在這裡 那你就想一下,我們要把它填到最滿的話,那如果你當就是以這兩顆為主,讓它兩顆就碰觸在一起 其實等於是說這一顆跟這顆之間,它們中間會有一個縫隙 所以你等於不能以這裡為主,你必須要以它這個變長為主 你就稍微想想一下這樣子,它才可以把它填到一個最滿的這樣子的空間 OK,所以這裡的話,是針對第二顆,這個地方性格,它是簡單立方的話 當然它扣住到中間,最中心的那個體型,立方中間那一顆 那它的方法按在,最後在這個立方體範圍裡面的原子的數目 以及每一顆原子的體積大小的話,對它的那個半徑大小的話,意思要有所不同 好,那最後的話,我們就一樣把這個剩下的一個地方晉體的那個結構 也就是我們的面心地方的話,我們再重複在左邊 那當然這裡一系列的話,類似的概念,我們做了三次的話 其實到時候,你去布施的時候,你把三種,再把它重複到我們阿彌教練 然後你就把它交配了解之後 所以不單單只是知道說它的那個單位經格排列方式是長這樣 那也可以進一步的指標說它們每一個這樣子 才到如果是這樣子的單位經格排列的話 它實際占據單位經格裡面的填充大概是多少 好,所以最後的話,我們來做這個面心地方 也就是說,除了八個頂點之外呢 它的六個頂點分也一樣塞進來一個原子 所以同樣的這裡的話,我們要修正的就是第一個 它的那個單位經格裡面的原子數 那除了八個頂點那個在八分之一分之外呢 接下來它的第二部分就是要看 有六顆是放在這個骰子的那個六個面上 那這六顆它到底有實際有幾個字 其實是在我們的正地方底的範圍裡面 那你想說,一個箱子、一個骰子的面 然後一顆球把它插上去的話 那它上半部是籠空的露出來 然後它只有下半部是在我的箱子的範圍裡面 所以這六顆的話 其實每一顆只有二分之一在我們的這個範圍裡面 OK,所以這裡的話 每一個單位經格裡面的那個原子數的話 這裡是一,它後面的話是三 對,也是有四顆 所以這裡的話反而是這個面心地方的話是 這三種經濟結構裡面它的那個實際佔據在這個 鎮定桶的範圍裡面原子數目最多的一個 金格排列的方式 好,那我已經知道說在這個面心地方 它的金格裡面原子數目 那接下來的話 一樣也是要去計算出它的那個 每一個原子的那個半徑的大小 那這裡每一個原子的半徑大小的話 它有點像我們第一個底細地方 那如果它看的對角線不是斜對角 是只有每一個面 譬如說它一樣是串三顆 那只不過是說上面這一個面的話 它這一段路徑是三顆 也就是同樣是四個半徑的成分 然後當然這段的長度的話 相較剛剛那個最長的斜對角是 Dent of 3A的話 這一段的長度只有Dent of A 所以這裡的話我們當然就可以等到說 在這裡的這種面心地方 它每一個都只能半徑的話 可以變成四分之一的大二類 就是看上去那一個面 它的那個對角線 它的那個長度 然後總共四段的那個半徑走過 所以同樣的把這一個半徑帶到它的這個 遺跡的構式 那就可以得到說它的這個 面心地方它的每顆原子 它的體積的大小光 那是等於二十四分之 等於二十四分之一 等於三方 好 那最終的話 一樣也是想要去知道說 它填充的那個 比例的那個大小 所以一樣是只有分子 去做一個改變 因為它現在裡面是四顆喔 那每顆的體積也稍微大一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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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成是7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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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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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很簡單的地方 可以再做一個這樣子的種子 當然就是它那個單據比例的大小 這樣子拍的頁而已 謝謝 那等一下我們下課休息一下 大家可以利用下課時間的話 再把這三種地方晶體它的排列方式 再錄習一下那一集 就是說這三個題目之間 它其實幾乎是一個模樣子 就是說每一個晶體它的原子數目 它的原子半徑不同 那你要學會去判斷說 它到底這些 到底你要怎麼知道 到底這樣子的數目 好 那我先休息一下 那剛剛這個大師 如果有機會選擇 我注意一下好 我們分析一下 這個要加起來的部分 好 這兩人一件 好 這兩人一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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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看起來好像有點亂 然後也會不像剛剛那三個那種地方晶體一樣 就是說你直接 你直接搖 當然也知道說 你擺放在離點 或是擺放在一些面的中心 或是任命的中心 所以這裡的話 其實我借用了 一般文克本的 就是尼文克本的 這個概念 我覺得通過這樣子的概念 的話 會更加容易我們來瞭解說 這樣子的那個鑽石結構 然後它的那個組成條是怎麼樣 那其實呢 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 這個看起來很複雜的東西的話 其實就是這個有鑽石結構 那個單位已經得了 可是我會再把它 細切成那個四個根本 就是說你現在要準備一個 一個東西是比單位金格還要小的一個單元 那就是像是右上角這一個單元 那右上角這個單元的話 其實它看起來 一樣是在一個比較小的地方底當中 那呈現出 就是你準備了五顆圓茨 那把它擺放成一個四面級的一個結構 所以你會注意到說 這個比較小的地方 因為我們剛剛在前面的那三個地方 我們剛剛說這一集的話 我們都說它是一個單位金格 所以它的地方底的邊長是A 就是它的那個經格常數 那我現在準備了一個單位 其實比較小的一個地方底 所以你看到它這裡的那個邊長是2分之A 那分別就是說 然後再準備了五顆圓茨 把它擺放在這幾個平點 排氣中心之上 然後把它呈現出一個四面級的一個結構 好 那你準備了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你要準備幾個 你其實總要準備四個 也就是說你現在 用來拿了一個這樣子編長2分之A的一個小立方體 然後它已經填成這樣子的那個 四面級結構之後 你把它複製把它用四個 那這四個之後 你再把它兩個兩個一組 那兩個兩個一組 就分別是 左右兩邊 我剛剛準備的四個就是分別是地下的這四個 那這四個我怎麼擺呢 我先看左半邊這邊 左半邊這邊的話 我就分別把一個 那個小立方體的這個四面級 我們把它先擺在這個角落 然後我在它的斜對角 再擺放另外一個小立方體 等於是說 我們剛剛上面的這個2分之A的這個地方 這個四面級呢 我先準備兩個 然後以這樣子對角的方式 先把它排列起來 好 那我們這裡就先把它放在這裡 先不要管它 那我們剛剛額外準備 因為我們準備了四個 那額外另外準備了兩個 在這裡 另外右半邊這邊來動作 另外右半邊這邊來動作 一樣 這裡的兩個四面級的 我一樣先把它擺在我的右下這一個角落 那擺完之後 在它的斜對角 再擺另外一個小立方體 所以它等於是我剛剛擺放的那個 那個方向 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好 那接下來 最終的東西就要讓他們兩個合體 就是說 我剛剛前面準備了這個 這兩個斜角 放著這個四面級 然後把它當作它的那個下半部 那另外那邊是它的上半部 那另外那邊是它的上半部 你把那個上半部 直接扛起來 把它壓在它的這個上面 的話 整個形成才會是我們的那個 下一頁這個右上的整個圖形 所以你看它看起來 雖然 這才是它的那個 鑽石結構的單位 結果 所以它會像那個小立方體的邊長 是二分之A 那我們總共準備四個把它堆疊起來的話 它還會形成出它的那個 邊長是A的一個單位 所以這裡 我再把前面這裡的那個重點怎麼說 因為你第一次看到這個 鑽石結構的話 我會覺得說 好像不像我們剛剛前面那三個 立方經理一樣 那麼簡單 一目了解就是說 哪些業質該 該在什麼位置 它稍微比較複雜一點點 可是你可以把這個單位經理 再把它細切 也就是說 你把單位經理細切在一個更小的 地方體 而每個地方體是 就是 然後那個 那就是 擺放成這樣子四面體的這個結構 那你把這個小立方體把它複製成四個 然後兩個一組 然後分別是把它擺放成這樣子 對角排列的單位 之後 再把這樣子的兩個兩個 立方體把它整個組合起來 然後最終的話 就會形成我們的這個 完整這個鑽石結構 所以這個鑽石結構的話 其實我特別去找了一張這個動畫 就是 剛剛我們講的那個 Meroine 怎樣的動態的呈現 大家稍微看一下 其實 它看起來雖然很亂的話 很亂的那個樣子 可是你從不同角度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說 它其實有一些 那種亂中有趣的感覺 就是說 它可能有一些某些特定角度的話 看起來其實還蠻漂亮的 大家可以再稍微來 對照一下 就是說 我們特本的 講的這個 另外一本 第一本的 大家所呈現出來的那個 所以我把它 再細些把它細分這樣全看的話 那其實我們可以去 了解說 這樣子 鑽石結構 它的這個 排列的方式 那當然這個鑽石結構 主要是那個 原素型的那個 半導體材料 也以這樣子的排列為主 而且特別是我們 用最多的 像是 是一個細 還有 就是 那個 它的那個 第四組元素裡面 這兩個 原素呢 它都是 這個 鑽石結構 來排列 就是說 我如果要形成一個 完整的那個 細的材料的話 它的那個單位 就是說 就是說這每一顆原子 其實都是 細 它排放在這個上面 然後到時候 它整個這樣 就是把它 推理起來才會是 這種 細 這個最重要的 看到底材料 好 那 下一個 傘型結構的話 其實 你注意到說 它的排列方式 好像跟 剛剛那個 幾乎是一模一樣 沒錯 它就是長的一模一樣 它差別是差在說 這個傘型結構 主要是針對 化合物的 半導體材料 那 化合物半導體材料 大家還有一個印象 我們之前提到的 所謂化合物 就是說 它 超過一種以上的 那個元素 所組合而成的 那當然我們之前提到說 並不是說 你隨便 任意找兩個 或三個以上的 那個元素 主要是 化合物的半導體材料 它必須要去看它的 那個 最後的一些 那個電子素 它們皮質之間 是不是可以 完美的那個 間接在一起 那 屬於這種 傘型結構的 化合物半導體材料的話 是另外一個 我們在 接下來這一門課的 課程當中 我們一直比較的 一個 跟心理可能來做比較的 一個化合物半導體材料 我們把它叫做 那個 生化加 那個 DMAS 特別是找一個 第三組的加 以及 六組的那個 神質量元素 把它組合成的 那 這裡我們怎麼把它 從剛剛我們已經 學會的那個 鑽石結構把它 推進到 這個 這個 閃心結構 其實你只是把 剛剛的那個 小立方體的 那個 中間那一顆 把它用 褶來取代 那它的 次面體的其他 其他 其他四顆的話 這個白色的原子的話 就是 神 那你等於是 一樣是這樣子 四組的那個 小立方體把它 還給組合起來 然後就會形成 那個 化合物的 海類方式 那我們 只要是要區別一下 那種原素型的 跟化合物型的 半導體材料 一個叫鑽石結構 那 基本上它的 海類方式是很類似的 它差別是 插在它的 原素和出成的話 他們彼此之間 有一點點不一樣 OK 那到這邊的話 我們把那個 這個 這個主要的那個 晶體結構 已經稍微 搞一個短步 比較有同學 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當然就是 除了複習前面 還有很基本的 立體 立方晶體 那三個之外 讓我們正常會 剛剛一開始 跟大家介紹的 這個 鑽石還有 產線結構的話 大家也是要 稍微了解一下 它的那個 原子之間的 那個 打列方式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其實我們要來稍微 那個 定義一些東西 就是說 我們剛剛看到了 那麼多的那個 一些單位經濟的那個 排列方式 可是 我們怎麼去跟人家講說 到底我們是想要知道 哪一個 哪一個面啊 哪一個方向 因為 比如說我們就從 這些獎勵的這個 這個結構 這個結構 大家還有印象 我剛剛一直看到 它是一個什麼地方 中間的一顆 它是一個 體型地方 那這個體型地方的話 如果我現在 問你說 我們來看 先看 ABCD上面這一個面 好了 這個ABCD上面 這個結面的話 其實它 掃過這個結面 它結面上 通過這個結面的 原子是 中共 就ABCD這四顆 OK 好 那如果我現在看的面不一樣 可以也是看藍色的那一顆面的話 如果是ACEF的話 剛好是切過 中心這一顆的這個面的話 那其實只能經過這一個 藍色平面的 原子輸出的 0.4顆之外 還有中間這一顆 是5顆 所以你看起來 就是說 我們在一個 整個到時候 我們形成這個 煩惱的炒藥當中 如果我討論的那個方向 那個面 不一樣的話 原子數目就不一樣 那原子 原子它本身就是說 它中圍一些電子 它本身的電子 還有一些細液 其實就是會去 影響到我們這個材料 它的一些 導電的性質 本身這個材料的 那樣的特性 所以你等於是 這幾個面的話 到時候 你要跟人家講話 等一下 你就會馬上定義出一些 怎麼稱呼這個平面 然後就是稱呼這個方向 去讓人家知道說 你到底是要討論什麼 所以我們這一頁的一個重點 就是在於說 我們的那個 金格的組成不同 那你討論的一些方向 一些平面 如果不同的話 它的一些特性 其實也是會有一些些差異 那我們就是最主要的話 它的這些導電性質 或者說到時候 你把這個材料 製作成 原件之後 它的一些操作的話 其實也會受到這些 那個 金格方向的差異 然後會影響到它的這些 兩線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 定出這樣子的一些平面 一些方向 這裡就是介紹一個叫做 Middle Index Middle 指數 Middle 指數 那這裡你的指數的話 當然其實我們這個 呃 主要就是說 我們 如果在座標 實際上座標系上面 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三角形的 這一個藍色的這個平面 那它這個三角形的平面 它分別跟 三個座標種 都有一些交匯 所以你看它這個平面 跟X錯是交匯在 距離原點是A的這個位置 這算它的結局 那跟Y錯的話是交匯在三個 跟Z錯是在2A 那我要怎麼去描述這個平面 因為你看 你交的結局 也是這裡有平面 那如果我現在 有另外一個平面是交匯在 X錯是交匯在2A好了 那這邊交匯在A 那這裡有不同的那個 這個平面其實 你知道它整個平面的那個 所呈現出來的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們這裡 這個Middle 指數 就是要學會說 那我們怎麼樣用一些那個符號 一些數字的方式 把它寫出來 那你寫出來之後 到時候 我在接收這個資訊 就可以知道說 啊 原來是指的 是這一個平面 這一個方向等等 所以這個面子 就等於是用來描述說 我們的一些在金閣裡 我們的一些平面的方向 或者是一些那個 金閣的方向等等 那如果說 我們先就這一個 這一個我們要描述的這個 例子 就是說我們現在要描述 這一個藍色這個 三角形的這個平面的話 我們該怎麼描述 第一個首先 就要先找出說 這個平面跟三個 這個指標做標準 三個做標準 交匯的哪一個結局 也就是我們剛剛已經知道 分別跟X左交匯在 A 3A跟2A 在這樣子的這個 結局的這個位置 好 那你已經把它的結局 得到說 其實你可以把它的一些 倍數把它先約掉 分別就是說 你看看他們都是 你之前都有一個A 蠻不先把它先約掉 因為你 約不約掉 差一個倍數的話 其實我們指的這個面 只是差點 只是差在一個在比較上面 一個比較下面 它每一個面跟面之間 還是平行的 那我們可以先把這一個 結局的 把它的一些 功力數呢 把它先約掉 那約完之後 你就分別是先得到 132 好 那132之後 我們接下來 只要進入到 這個第二個步驟 就是取它的那個 剛剛的這些 結局的 倒數 也就是我們剛剛的 132之後 做一個倒數 就是 剛剛的那個 異面的排字 一定是1 那三倒數就是 三分之一 那二倒數就是 二分之一 那這裡的這個步驟 是稍微比較 特別要稍微記一下 因為它的定義就是這樣子 先取 結局 然後你把一些 可以約掉的功力數 把它約掉之後 然後去倒數 那倒數完之後呢 你再把它 畫成 是一個最簡單的 那個整數 那當然分別就是說 這裡的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你要把它變成 整數 當然就是把這三個數字 同時乘上六 那就可以讓它把 這 所有的那個 原本的這個 合數 把它變成整數 那乘上六的時候 大概原本的一 就可以成六 那三分之一乘上六 然後就變成三 那二分之一乘上六 然後就變成是三 所以 六二三這三個數字 完之後呢 就把它們這三個數字 把它寫出來 然後用小花五 小花五 花起來的話 其實如果你看到一個 小花五 六二三的話 你要知道 它代表的是 這一個 一個藍色的這一個平面 那這頁應該蠻重要的 我再講一次 就是說 我們這個所謂的 MIR指數 根據我們剛剛前面的討論 我們知道說 在一個 晶體排列的話 它的 每一個平面的那個方向 都不同的話 其實會去理想到 它 這個脂肌料品的特性 或者是它 未來製作成 原件的一些特性 那這裡的話 我們就要定入出 一個 一個標準 讓大家知道說 你到底是 哪一個方向 哪一個平面 那我們怎麼去 描述這一個裡面 那以這個例子 就是說 這個藍色三角形 評論 第一個 先照顧它 跟三個座標準的結局 那結局完之後 我們把一些可以 約掉的 引出線 約掉之後 做導速 這些步驟是一定要 做完導速之後 再把它同時 乘上一個 一個 最小烘焙數 把它每一個數字 化解成 這個 最大的整數 那你分別就 等到 六二三之後 你把它用小瓜路放下來 你就可以得到說 這個藍色的 這個三角形 裡面就是 這個六二三裡面 OK 所以這裡 特別是用小瓜路 的話 只要是這一個面 那我們下一頁 這邊的話 當然就是 來 來 先其他 比較重要 再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你可能會 看到 你剛剛說 那小瓜路就是面 那如果你三個數字 其中一個數字 其中一個數字上面 有1- 就是有bar的話 所以它指的意思是說 它跟這個 坐標準交換是在 那你坐標準的 副 部分的難測 那比如說 以剛剛的這個例子 會說好了 剛剛如果是 那個6上面有1-bar 然後一個bar 6-bar 然後那個3的話 其實代表意思就是說 它整個 跟x種的那個交換是在 負的x種的方向上 所以你看很明顯 如果說它是交換是在負的x種 然後它這個平面 完全它的那個 方向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 如果你看到那一槓的話 只能是那一個 坐標 那個坐標準上 或是在負的那一層 負的那一層 那你也可能是 出現2個bar 或是3個 都是棒 全部是交換在負的 或是1層 好 那第一個 那我們先到第三個 第三個這一個的話 如果剛剛同樣是 三個數字 可是你注意喔 它的外面的那個 圖號 剛剛前面是小花褲 那如果你把它變成是 中花褲的話 它其實指定是一個 方向 它這個方向是 垂直剛剛的那個平面 所以你這一頁 你要稍微做一個重點 就是說 你要學會 怎麼去 把描述一個平面 還有那個 把那個數字呈現出來 那外面如果是 小花褲代名是 這一個平面 的那個 或者是 那 那如果你外面 小花褲改成 中花褲 的話 代表的意思就是 整個垂直我們剛剛 這個平面的一個方向 所以它指的東西 是不一樣 小花褲只能是 這個面 那如果是中花褲 它只是一個方向 而又是垂直 這個平面 它整個是 射出來我們 一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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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方向 所以 這裡 我覺得這裡是 比較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說 你要知道 它這個中花褲代表的 意思是 一個方向 小花褲的平面 那如果上面有 8的話 代表它是 很強會在 一個 負的座標柱上面 好 那另外兩個的話 其實就是 再跟大家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說 如果是以剛剛 頭上三個數字 以一個 那個 大花褲是這樣子的 想起起來 的話是像是 那個 裡面的幾何 也就是說 它 每次如果剛剛是 一米五花褲 也就是說 它那個 那個 那個 中標 中上 它每次這個幾何 裡面 會有一個 六組的平面 在它裡面 那 如果你是用這樣子 大與小的那個 符號的話 也是一樣是一個 幾何 是那個 大跟六組平面 對 有垂直接的 那個 那當然我們比較常使用到 就是 呃 剛剛我們前面 表述到這個 平面表示法 那以及 然後垂直這個平面 這個方向 還有這個 三個 是會比較常見到的 垂直石器 這邊的話 只是一個 三個簡單的例子 那當然分別 剛剛 比如說 對於我跟這個 是跟剛剛比較類似的 我覺得 如果是 一點點的話代表 例子 就是說這個 平面呢 跟三個座標手 交匯的東西 就是相等的 它就是很清楚 這樣的感覺 那就是說 它跟 其中一個座標手 如果沒有交匯的話 其實沒有交匯 你可以擔心 直接把它 吊飾 它就沒有結局 那比如說 像最準定這個圖的話 E1 所以很明顯看起來的話 它只有在 X軸裡面 有交匯 在一個定 那分別 Y軸和Z軸 其實是沒有交匯 所以它是一個 平行於 這兩個方向的一個平面 那當然中間這一個的話 E1 的話 就是跟Z軸 有交匯 那X軸跟Y軸 交匯的 其實就是相後面 OK OK 那這裡有那個 EA指數 有關系數 啦 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這裡的話 要稍微記憶一下 就是說 我們才去取出 這三個數字 這裡要稍微記憶一下 特別是結局 然後 原動完之後 告訴 然後把它 外圓的那個符號 你要標對 因為如果問題方向 你不要把它標成P 那這樣子的話 就有那個 描述的東西 其實是無條 好 那 接下來的話 就是要 來進入 順便要跨進去 就是說 這個 細這個材料 它的 就是 架鏈子 那些 到底 怎麼去 在這個境界裡面的 怎麼去移動 那我們剛剛已經知道說 細它本身就是屬於一種 鑽石結構 那我們把它單位進行再細切成 這樣子 一個更小的一個 那個 四面圖的那個結構的話 其實就是 我們 右上邊的一個圖形 特別就是說 每一顆都是細 然後排列的位置 是稍微比較特別的 那這裡的話 當然就是說 本身 如果說 我們要描述 它都要畫一個 立體的圖形的話 其實會變成是 相對來說 不是那麼多放電 所以 你到後面的話 其實你會很理解 你在電子圖 就有看過這樣子的圖形的 就是說 右下角這個圖形 其實你可以把它 對應成說 把上面這個四面體 把它從上 把它壓扁下來 對不對 所以中間一個 那它周圍有四個 跟它 綁在一起 所以它當然這個架式的話 也就是 然後我們的 細的那個圓子 那 它的圓子跟 圓子之間 它們當然就是會有一些 這樣子的 劍解把它 綁在一起 然後就把 這樣子的 有的劍解 把它叫做 共架劍 就是說 等於是說 它最中心的這顆 圓子 它的電子 然後就周圍的 一個圓子去分享 然後它們才有這個 共架劍的這個 劍解的力道 然後它可以 跟圓子之間 綁在一起 那綁在我們這個 鑽石結構的 經過當中 那它當然就是說 在一開始最穩定的情況下 它們每一個 呃 圓子跟圓子之間的 每一個電子是 綁在這樣子的 那個共架劍的當中 所以 它就會呈現出 這樣子的狀態 那 主要我這邊只是稍微 比如說 假設如果現在是 那個閃性結構的 生化架的話 它們 彼此之間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 類似 離子的那個 那個 因為它們特別那個 生 跟家的話 他們 可能會有一個 帶陣或帶附這樣子 的彼此的性質 讓我們知道 這個 其實也有這個 離子的那個 力道的 讓它 那個閃性結構的 那個生化架 綁在一起 當然這裡是稍微 不同的 現在主要我們這裡 要討論的狀態是 全部是Silicon的話 那 系列是直接的 那個 共架劍的那個方式 裡面其實它們 排在一起 那既然它整個 那個 電子都 都在 它的共架劍當中 那在一個 低溫的狀態 也就是說 假設是 絕對零度好的 那這個絕對零度 也是說 剛剛那些 嗯 前一頁的這個 電子 其實它都被 倒得死死的 它沒有辦法融動 那沒有辦法移動的話 那沒有辦法移動的話 其實我們 我們之前 在那個 提到這個 半龍塞藥的時候 我們就提到說 它半龍塞藥在 絕對零度的時候 它其實呈現出 類似那個 絕緣體的那個性質 就是它的 導電性是 非常差的 那為什麼 就是說我們 剛剛前面的這個 這些電子 它都被綁在這個 公設的當中 那在絕對零度的時候 它跑不掉啊 因為它都被綁死了 所以如果你要去 讓它導電的話 其實這個電子 是走不開的 所以它整個 整個就沒有 就是沒有那個 量好的 那個導電性質 所以 在低溫的時候 這些電子都被綁 綁著四四的 綁在這個 這個機械當中 它沒有辦法 來進行存在 那一旦 我外界的溫度上升 所以我們把這個 蛋糕還要燒 絕對零度上升到 濕溫 真的是 更高的溫度 這些溫度的話 其實 你知道就是提供給它 能量 那這個能量的話 其實就會造成這個 機格的那個 就有種震動 那這個震動的話 你就想要 這個震動的話 可能就讓剛剛前面的 那個 法克斯斯的這個電子 因為藉由這樣子的震動 去檔斷它的 共架件 那這個共架件 檔斷的話 就會出現出 左邊的這樣子的情況 因為原本這顆電子 是被放在這一個位置的 那你現在 因為外界的溫度上升 去檔斷 把它切斷 它這裡的共架件 就是綁在一起 那等於是說 這一顆電子板 它就跑出來 跑到A的這一個位置 那它跑出來 在我的那個 那個 金額的 縫隙之間的話 其實假設這個時候 你 外界有對這個材料 施加一個電廠的話 這個電子 就是可以自由的樣子 它有點類似 像那個自由電子一樣 反正我們把它叫做 那個傳達電子 要選擇 也就是說 你必須要去 有能量去判斷它的那個 見解 讓它跑出來 然後它就會呈現出 類似自由電子的那個 那個狀態 那 我們都曉得說 本身這個材料 一開始就是一個 電中心 那一旦你這一顆 電子跑出來之後 它的電子是在於電 那這裡 離開這個位置的 這個孔圈呢 其實它就是會呈現一個 帶震電的情況 那我們就把這個 帶震電的這個概念 把它轉去成之後 就是電動 動去的動 使到說 其實在半導體材料裡面的話 它會有那個 兩個可以傳導的那個宅子 它們就是我們熟悉的 帶附電的電子 以及那個 帶震電的這個電動 那它這裡 震電的電動的話 其實它本身 那種概念 並不是說真的是像電動這樣子 跳來跳去 而是說 比如說它這裡剛剛的電子 跑出去 這裡帶震電 那有可能就是說 底下 其他位置的這個電子 跑來 補它原本的這一個 震電的這一個位置 那你就跑過去 就會向你右邊這一個 它如果跑過去之後 反而這個震電的話 就跑到這一個位置 所以實際上是電子在跑 可是我們從外面的那個 感覺看起來的話 然後好像這個帶震電的這個 例子從這個位置 被移動到這一個位置 那相對來說的話 就好像這個電動 會不會去移動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所以這一頁的那個 總的答案就是說 半導體材料 它本身是 工架界的那個 方式的 方式的 那你必須要 給它提供到外面的 像我們這裡舉的例子 是 那個外界的溫度上升 這個熱能 造成性格的 陣送 去判斷這個工架界 那未來的人也會學到就是說 其實你要去感到這個 這個電子除了溫度之外 你可能也可以通過照光 或是其他不同的一些 能量的東西 使得去談對它的這個見解 那一旦見解 那一旦見解 非常容易 這個工架線的電子跑出來 它就會形成傳導電子 那我們要學會 就是說這個傳導電子 跑來之後 那個位置 可以留下 那個帶震電的 多力三 那我們叫做 那個 電動 好 那接下來這一段的話 其實 前面這裡有看起來很複雜的數學 就是大家不要嚇到 因為這裡的 前面的 那個前置 就會只是稍微去介紹一下 為什麼 其實我們這裡最主要的重點 要引進來的是這個 Energy Bank 能代理的觀念 那這個能代理很重要 就是說 包括接下來的課程也好 那個 元件2的所有的元件 然後其實我們很多都會以那個 能代理的概念來討論 不過前面的這些數學 我想大家稍微認識 了解一下 然後表揮這個一下 然後因為 我就直接挑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講到重點 後面會講到重點 就是 我們要把 那個半導體材料裡面的一些 能量 到底什麼樣子的能量進來 它才可以 擋住它的攻擊 它才會形成傳導電子 我們以這樣子的那個 那個 能代理來表示 那我們等一下 前面這裡的那個 前置主委 就是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一期間說 它是怎麼來的 所以 它等於這裡就是說 有一個這樣子的那個 波爾 波爾的那個模型 它就是在1913年 它被 被提出 那我們知道說其實 呃 對運輸來講的話 它電子就是像是那個 太陽系一樣 就是說整個 行星是慢慢的掉在那個 太陽的周圍去旋轉 那我們那個電子的話 一樣是到這個原子核 原子核 這樣出一個回道去旋轉 那波爾它這個波爾摩鞋的話 其實它只是單純的提出一個那個 小動量量子的話 那這個當然它們那個量子的話 當然會就是這個 N是它的主量子數 那上面的H是一個 波爾摩鞋長數 它就是 表示出來的話 這裡看起來很不懂 我們直接看後面這一個 就是輕原子的那個能量的話 這個N一樣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 主量子數 那當然就是分別N V代1的話 就是表示這個 輕原子是在一個 基態 或是基礎的基 那如果N代2的話 就是一個第一級發態分類 就是說它不同的主量子數的話 其實它的那個 能量是不一樣的 可以把它的就是 視為分離的 那這裡只是一個前置作業 前置那個 我們認識一下這個歷史 那 我們現在就是說 開始要進入到 我們怎麼把它的分離長到 那個 冷帶的這個概念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準備了 兩顆的輕原子 那我們把這兩顆輕原子 擺放得很遠 它們彼此之間是 不會互相干擾的 所以它的那個 能量的一些分布 所謂的 獨立起來是這樣子 可是當你慢慢的 把這兩顆輕原子 靠近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它的那個 能量之間的那些分布 它們會開始互相交點 你知道說 等於是說 你原本 待一顆 七原子 它的外圍的那個 電子的話 其實會受到那個 七原子的原子很影響 那另外一顆的話 也是 它們彼此是 不互相相 可是當你兩個 靠得越來越近的話 其實你這一顆 其中一顆的電子 可能會受到 另外一顆 原子的那個 原子的時候 你講到它開始 焦點 有一些 有點干擾的那個 情況 那這個干擾的那個 最終 最終 引發的那個 結果就是說 它會讓剛剛的那一個 它原本可能只有一個 那個 人間 人間會出現分裂的那個 情況 因為它們彼此的這個 原子跟原子之間 開始受到 互相干擾 所以我們知道說 假設我們剛剛 只有單一顆 就是有這樣子的狀態 那現在準備兩顆 兩顆百很遠 不會互相影響 可是當它靠近的話 就互相干擾 然後出現 人間分裂的 我們只要知道 會出現人間分裂的 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 準備了N顆 就是說好多顆好多顆的那個原子 一開始原子跟原子之間的 距離很遠的話 當然還是一樣的 不會互相干擾 所以每一對原子就是 只有一個人兩間 可是當你把這N顆的原子 靠得很近的話 它可能靠近到 某一個距離之後 就會開始出現 那個分裂的 一樣分裂性 所以這裡的話 就是說 兩顆分裂成兩個 那N個的話 當然就是會分裂成N個 這樣子的能接 它就會變成說 哇好多顆 因為它們靠得越來越近 所以 就會出現這種 能接分裂的那個情形 那 整個看起來的話 整個能接的話 就會變成像一整片 有點像 冷帶 這樣子的那個概念 所以這裡的話 就是說 它們會有出現這樣子 就是說 因為你N顆的話 之後就要推展到說 因為你有半導體材料 它那個細菸子 如果 本身細菸子靠的 距離很遠的話 是無力的 但你越來越靠近的話 其實也會有這種 能接分裂的那個情形 所產生 所以我們既然要把它推展到 那個細這個材料 我們先來認識一下這個細 那當然這個細的話 本身就是 我們知道說它的外圍是 總共有14個電子 那我們其實在高中 究竟有學過說 它的那個電子的那個 冷氣的那個減放的話 大概是這樣 大概有看 再稍微跟大家 重複習一下 就是說 它 大家應該還有印象吧 就是說什麼 1s2 1s2 2p6 這種東西的 它慢慢的從 原子核的最中心 開始往外填 那填到 後面的話 就是最外圍的那些 電子的話 它就是距離那個 核心最遠的地方 所以它其實很有可能會因 一些外界的能量的變化 那它就是擺脫這樣子的 那個原子核的一些束縛 那它當然最外圍的話 就是說 它其實一些 基本上有一些 化學的變化化學的反應 它其實都跟 最外圍的這些電子核 這樣子的關係 那我們現在知道說 細它本身是一個 原子序 是14的那個 那個原子 也就是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它如果從中心開始填 後我要慢慢的把 那個這14顆電子核 然後它填完 所以它填完的話 原來電子核是1s2 2s2 2p 6 然後3s2 然後到這裡的話 幾顆了 6 799 12 所以還差兩顆嘛 所以3p的軌 它原本是 它有六個位置 可是它實際上 其實也只有 填兩個 等於是說它的 最外圍 它的那個 架電子的話 其實只有 四顆 所以它填的那個 概念是這樣子的 所以 回應到這個圖形的話 它中間這個加14就是它的原子核 那我們把那個 N的1 就是es es這個可以填量 我們先填滿之後 然後到2 N的1 2的話就是有 2s跟2p 所以總共有八顆的鏈子 就是2s2跟2p6的話 我們把它填滿 那最終 終於到第三圈 這個 N的1 3的時候 我當這個s的2個 天板之後 Np有本是 其實它有六個位置 可是我實際上 只做了兩個 這樣子的位置 在它這個上面 OK 那這邊最外圍的 包括3s2跟3p 1個上面 這總共4顆 那個電子 它在最外圍 所以它的那個 對中心那個原子 對它的水分性 是很穩弱的 那大家就是會 老師剛剛有提到 它會 然後最外圍的這些 加電子 會去參與 幾乎所有的那個 化學環 都跟它們有關 好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其實我們就要把它 波音到剛剛的那個 氫原子的那個模型 因為我們剛剛講氫原子 為什麼要講氫微粒 因為其實就最簡單 它外圍其實只有一顆 葉子 那我們剛剛學到的概念是什麼 這一顆的氫原子 原本 它原本就是這樣 是有給我們接 讓我們現在準備兩顆 擺放很遠 互相不改繞 可是當它越來越靠近的時候 把它聚集起來 它就會互相改繞 它就會直接 能接分裂的情況 那我們剛剛知道說 如果從兩顆再推展到N顆的話 其實它分裂的情況 會更加明顯 它會分裂成像一個 能帶的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把相似的信息 我們把它 應用到那個 這個氫原子 這個 這個原子上的話 我們現在同樣喔 我們準備了N顆的系 那因為我們剛剛提到說 只有最外圍的這個 價格 特別是在那個 3s 3p 3p 它們 這四顆電子 主要是最近最快 所以它跟 那個一些 化學環境比較快 所以我們就是討論 只討論最外圍的這一邊好了 那我現在就是說 你看它這裡 3s跟3p 它有兩個 那現在一開始 這N顆的那個 細原子 我把它準備好了 那準備好的話 當然就是說 N顆的話 為什麼 這邊底下會寫 變字2 因為你原本只有一顆的話 其實在 3s的話 它其實只有 只有兩個states 就是兩個位置 那 這兩個位置的話 都被兩顆的這個變子 所貼滿了 那我現在把它 變成是N顆的話 就總共是 有2n的位置 這個states 就像那個座位一樣 總共有2n的位置 而且這2n的位置的話 全部都被2n的變子 所貼滿 因為它是在那個 3s的這個軌域 它已經被貼滿了 好 那3s軌域 我們已經看懂了之後 來 我們來看那個 另外一個3p的這個軌域 那 單一一顆的話 在3p軌域 單一一顆的話 是總共有六個位置 那 六個位置 實際上被做滿 就像老師在白板提到 它只有兩個位置 被這個變子所貼滿 那我們同樣的 把一顆 把它也變成是N顆的話 變成是說 再3p軌域 在這N顆的 C原子當中 總共有六n個位置那麼多 那實際被 那個做滿 有一張 有做電子的那個 數目的話 就是只有做了 2n的電子 OK 所以我們這裡的話 為什麼會有這個n呢 其實就是用它 你就只能做一顆 把它也變成N顆 那你要知道 它的那個田花 然後在這些軌域的當中的話 有幾個位置 它做了幾顆的那個電子 那當然一開始 它們那個 這N顆的那個原子 它們去的軌域 一開始都會互相感受 所以它的那個 整個 冷間的那個排列 很會輕輕的話 是很獨立的 可是 這裡的話 當然就開始 往這個 橫走的那個 比較小的這邊靠近的話 代表說 這N的電子 我們越來越近 那越來越近的話 就會出現這種分別 比如說 你看像它這個3S軌域 它就會出現 跟剛剛那個棋域 類似 當它距離靠冷靜的時候 它就開始 這N顆 會互相干擾 它就開始出現那個 冷靜分裂 分裂的那個情況 那在3D軌域也是一樣 但它 互相靠越來越近的時候 它開始會有 這樣子分裂的情況 那這裡比較 比那個棋域是複雜在 就是說 它是有兩個 軌域的那個 情形 所以它 這裡上面分裂 其實到後面的 某一個距離之後 它整體 那個3S跟3P軌 它會整個 那個 融合在一起 也就是說 比如說 你看它上面的話 3P軌有 6N個 State 我就直接講 有6N個位置 坐著2N個 那底下這裡有2N個位置 坐著2N個 那當它整個 靠到某一個特定的距離 等於是整個 混在一起 中心形態 那我如果現在問你說 在中間這個距離 統一到這個距離 整個融合在一起的時候 它現在 總共有幾個位置 那位置數目 例如上是 不會減少的 你看這裡有2N個位置 這裡有6N個位置 那它到這裡分裂 那到中間整個 混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在這裡 它是總共有6N加上2N 總共有8N個位置 它還是在這個 一個區塊當中 那這8N個位置 實際做了多少的人 因為它上面就做了2N個人 它底下也做了2N個人 所以 在這裡的話 其實就是 你可以知道我現在覺得 它就是有8N個位置 那實際做了它那個電子數目的話 是那個4N個 它有6N這樣子的位置 不過就是說它 靠近到某一個距離之後 它整個分裂完 然後用整個混在一起 好 那我們當然就是說 整個月子就會一直 我們想要 讓它形成一個材料 就是越靠越近 所以 當它這樣子 靠近 然後分裂 融合之後 那再越靠越近的話 它其實又會 二次分裂 那這裡二次分裂的話 就等於是說 把剛剛老師 中間這裡融合在一起 整個 整個 在對半分 你覺得我剛剛提到說 中間這裡是不是有8N的位置 那如果你在直覺靠近的話 那再次分裂的話 它分裂的情況是怎樣 變成是說 8N有一半 在比較上面 那一半是在比較下面 所以你看到它這裡 位置的話 在比較低的 像這邊的話 座位變成是4N 這4N怎麼來 因為中和往變8N 那一半 在下面 那另外的4N的話 這4N的位置 就是在比較 我們量比較高的 位置 好 那位置數目的話 就是這樣 就是說 原本6N 2N 然後靠近分裂 中和變8N 再靠近 再分裂 上面是4N 下面是4N 好 那我們現在就好奇 就是說 他們這些原本 坐在這些位置上的電子 它到底是 是怎麼做 那其實一般來講的話 它這樣子分裂的 是說 下面的能量是比較低的 上面的能量是比較高的 那這些電子其實也跟這裡一樣 找一個最舒適 最舒適 最舒適 所以 其實剛剛 剛剛坐在位置上的電子 有幾個 這裡2N 這裡2N 所以總共是4N 那這4N 基本上他們都會往能量比較低的 這些位置去做 等於是說 剛剛的那些4N的位置 它全部都坐在 再次分裂的地方 底下 這4N的位置 那上面這個能量比較高的位置 那我們基本上所有的電子都會結在 沒有電子去做 對 大家都是想要做在那個 比較舒適 比較簡單的這一個位置 所以 人間就再次的分裂 OK 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剛剛已經知道說 它再次分裂之後 會有一部分的那個 那個能量比較低的 那個能量比較低的 那另外一部分的話 在那個量比較高的這個位置 那我們基本上 所有的電子 都會結在量比較低的這邊 那這個圖形看起來 就是說 歪歪扭扭的 那我們其實到 後面的話 也就是說 這裡老師提到 你們帶著一個 很主要的概念的話 就是說 我們會以左半邊這個圖形 來表示跟老師講的概念 也就是說 底下這裡的4N的位置 在能量比較低 然後電子東西在這邊的話 我們會把它畫成是 左邊這個藍色的這一個區塊 那我把 左邊這個區塊 把命名叫做 Valance Bank 它叫做 架電帶 能量比較低的這一個 能帶 那能量比較高的這個能帶的話 我們一樣就是 比較平的這樣子畫的 我不要把它畫成這樣 歪歪扭扭扭的 這樣比較 看起來比較不好看 那當然 根據剛剛的這個 過程來看的話 N個系列子 把他靠近的 越來越近 然後組成那個半導體材料的話 基本上這4N個電子全國式填在我的那個 加電帶當中 好那我再把那個 這裡的重點再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我們整個最終目的是要 引出這個 能帶的這個概念 那從我們最一開始 從 單一個最簡單的 那個 7月子的模型 你知道 7月子一開始 它可是有一個人間 那如果你準備兩顆 它們很遠 獨立 不會互相干擾 可是當它們靠近的時候 互相干擾的時候 會造成人間的分裂 那如果你現在 如果不準備更多顆 不準備N顆的話 其實它分裂的情形 會很重 會變成是一個 分裂成一個 能帶的概念 那我們把這個7月子模型 把它推廣到 我們最常使用的 那個半導體 然後要細的話 這個細我們知道 它的總共是4顆電子 你要先知道 它那個電子的 那個填軌域的那個填法 就是說 在3S跟3B軌域分別 有4顆電子 在那邊 那當然這4顆電子 是最主要的 我們要去主要去管理它 那當然就是說 假設我們現在一樣 準備了N顆的 細原子分別 討論它3S跟3B軌域的話 我們要去討論它的那個座位 那這裡的過程 大家要知道說 它會先分裂 融合 再分裂 那整個重新洗牌之後 在能量比較低的人 可能有位置 有4N的位置 那能量比較高的話 也一樣有4N的位置 那電子幾乎是 存在能量比較低的 然後這裡的一個 也就是這一個段落的 最主要的重點 就是我們把它的這個圖像 畫成是 能量比較低的這個人帶 我們把它叫做 加電帶 那能量比較高的這個人帶的話 把它叫做 導電帶 好 那我們今天那個下一個 就去學習一下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就要把這個 人帶這個概念 來跟大家講說 到底為什麼我們 針對一個細這個半導體 彩藥 那為什麼吸收的能量 會有這種傳導電子 在這個半導體 要在裡面 來繼續 打電 我們會再去 我們台後 那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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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學習一下 走 進來 你 繼續 看一下 車子 那個 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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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傳達電子 像是自由電子一樣 在半導體廠道裡面 自由的移動 受到我們電場的驅動 那這裡的話就是把剛剛講說 大端的供下線能量 我們把它以代出的方式來呈現 也就是說 它概念就是像是這樣 我們剛剛提到說 能量比較低的那些座位 那個4N的座位 我們把它叫做架電代卡在下面 那幾乎所有的電子都是坐在能量比較低的這一個位置 那它必須要讓它有揣導電子產生的話 要提供給它能量 那等於是說 上面這一個能量比較高的這個 我們來代我們來叫做導電帶 也就是說 你電子必須想辦法 跑到上面的這一個導電帶 它才可以進行自由的那個傳播 所以等於是說 我的電子它原本坐在底下這個位置 我要想辦法跑到上面去 也就是說它要往上升 那那種概念就有點像是那個抽水馬達一樣 我都會把它描述成說 你要用水它裡面的那個水的話 水一定一開始是在比較低的地方 那你要想辦法把它抽到上面 把水抽到上面才可以去使用 那我們這個電子裡面傳導電子也是一樣 它一開始電子在那個比較低的量 這個架電帶的這個位置 在那邊連接在那邊那個 在那邊 那一旦你給它提供能量的話 就像是抽水馬達一樣 把這邊的那個電子 讓它跑 破的能量跑到上面的電帶 它就可以去進行自由傳導 那這裡的話當然就是 這裡其實就是忽略我們剛剛前面提到 這個 只不過我們前面就是 以那個共架線的那個概念來表述說 這個共架線傳了14個 沒有傳到電子 所以它就是呈現出那個 類似JRT那個導電的那個情況 那我們這裡把相當概念版 用能帶圖來那個描述 也就是說在T-day 0k 就是在絕對0k的時候呢 我所有的電子是佔據在 比較低能量之間那個能帶當中 也就是這些電帶當中 那這個架電帶的話 在SPEC幾乎是 都被描述 因為我們這個電子給填滿了 它都是全部電子 就是佔據在這裡 而上面的這個導電帶的話 幾乎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電子在 但我們現在問就是 絕對0k的時候 所以沒有傳到電子 當然不管你怎麼去試這家電子 就沒有電子可以移動 就沒有電子可以存在 所以它的概念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稍微把它那個 總會關通一下 因為我們講這像同樣東西 只不過我們剛剛前面 是用共架線的那個 單斷的方式來表述 所以這裡我們就是 表記接近的 我們用能帶圖的那個方式來描述 所以既然它的那個能帶的話 第一個你要認識的就是說 它下面叫做架電帶 上面叫做導電帶 那當然有它的那個導電帶的那個下緣 跟架電帶的上緣 然後我們還不特別把它描述出來 因為上面叫做亞萱Band 所以它是Band最低能量的 也就是說它的導電帶最下緣的話 我們會把它標示成EC 就是導電帶的最下緣 而下面這個架電帶的最高最上緣的話 我們就把它標示成EV Gand scan最上緣 所以它的定義 你要稍微認識一下 一個講的是導電帶的最下緣 導電帶能量最低的位置 因為上面全部都是導電帶 它有不同的導電帶 導電帶能量最低的位置 叫做EC 而駕電帶能量最高的位置 叫做EV 那這個能帶圖 還有另外一個也是相當重要的一個 一個參數 也就是說導電帶跟駕電帶 它的那個上下緣的差距 就是EC跟EV所謂的差距 這個差距的話 我們把它標示成EG 我們EG的話 它有這個名字叫Energy Game 或者哪位之後會看到另外一個名字 叫Band Game Band Game Band Game 它叫做我們那個能系 那這個能系其實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參數 因為你會想好像提到的 就是說如果你要使用這些電子 讓它變成是傳導電子的話 它必須電子可以從駕電帶吸收特定的能量 跑到上面的導電帶嗎 那所吸收這個能量的最小的 至少要提供給它多大的能量 是不是至少要檢查這個EG的能量高度 因為如果你檢查它的能量是小於EG的話 簡直說就像抽水拿大水 抽到它沒力了它跑得上去 它沒有辦法跑上去的話 就沒有辦法變成是那個彈道電子 所以你至少要提供給它最小的這個能量 放到這個EG這個能系的大小 所以EG的話 第一個你要認識它 它其實在圖上標示的話 是EC跟ED之間的差距 那它的名字可能叫做Energy Gap 或叫做Bank Gap 它是能系 那至少要就是說 你需要這樣子的能量 才可以去檢斷這個系 它們之間的能夠架建好 讓它形成有那個傳導電子的那個存在 好 好 那離開這裡之前 我們再聊出最後一個概念 就是說 你一旦有一顆電子的 它真的獲得這個能量 它跑到上面的寶電帶的時候 那它在下面的這一個寶電帶 腦架電帶這一個位置 它會留下一個 帶著電動在那裡 比如說你電子電動的話 是成雙成會出現的 所以你未來在一些電子元件 你都會聽到有一個名字 叫做電子電動對 因為其實就是說 它吸收的能量之後 電子和電動是 成雙成會出現的 那如果你回到我們剛剛前面的 那一個 這一個 共駕鍵這個概念來看 其實也是一樣 你看 原本這個電子是在這個位置 那它吸收了熱 被打斷之後 跑出來變成 傳導電子之後 同樣有一顆電動 跟它成雙成會出現 那只不過 我這裡是描述相當的東西 這裡是用共駕鍵的那個執行描述 那我們後面的話 是用冷帶圖的那個圖形來描述 所以 這裡是一個新的東西 那也是相當重要的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就是在於 你要知道 加電帶 錶電帶 錶電帶 然後錶電帶下有141 加電帶上有10 兩個之間的差距 是那個 能系 EG 那這個EG代表 意思是什麼 你至少要有這樣子的能量 讓它電子從架電帶 然後到電帶 然後才可以形成傳導電子 而一家電子跑上去 它在架電帶 會留下一個那個電動 在這個架電帶 讓它用的那個位置上 好 好 那 25到那個 20 28 29 這邊的話 其實是 類似把我們剛剛的這個 統電帶加電帶 那個 該用的那個 那個 能量對動電 那個通行 來描述 那其實它 也是 一樣 就是說整個 呃 接下來 你會看到 比如說 像是這個 26月這個通行的話 你會看到說 一個這樣子 拋的線的話 其實它就 就是類似我們剛剛的那個 那個 老電帶跟加電帶 我們是差別的 就是說 你可能 針對不同的那個 動量來講的話 其實 他們那個 那 我們這裡的話 其實就是說 把它 這個 EP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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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代表是 動量 為什麼它 等於那個 2m0分之 P平方 其實 呃 你只要稍微去 轉變一下 就是說 我們知道動量的話 就是那個 質量去乘以它本身的 那個 速度 那我們這裡的質量 就是說 針對 自由電子 因為我們這裡 我們還沒有見得到那個 半導體材料 如果你說 針對一個 那個 自由電子的話 那它的動量就是它本身這個 自由電子的能力 使用上它的速度 那我們就是把 上面的這個 25月上面這個 式子 稍微去做一下 轉變 就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 可以以這樣子的方式來呈現 因為它如果等於 2m0分之 P平方 P是它的那個 動量 就把動量的那個 另一的 它是等於 直接讓它本身的那個 速度 把它帶出來 那你這樣化解完之後 就是 2分之1 m0 比平方 那這是不是我們很熟悉的 一個 動能的一個 公式 你知道 一個顆粒 一個粒子 它的動能 就是它本身的速度平方 所以它本身的質量在 數一度 那我就是把它 以動量的那個 形式來呈現的話 就會是得到說 這個能量等於 2m0分之 動量的 那個平方 那當然 既然它那個 能量跟動量的關係 是有一個這樣子的 平方的話 其實我們 針對這一個式子 把它在一個 那個座標樓上面 做 它有這個平方的話 其實做出來的 一個特性 會是一個這樣 耗霧線的這個形狀 所以這個藍色 這個曲線的話 其實就是這一個式子 就是針對 不同動量的 自由電子 讓它就是 對應的那個 能量的話 其實就是會 不同的 藍色這個 曲線 來 來 表示出來 好 那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是 針對自由電子 那我們小的就是說 按導體才要 一旦 你讓它的那個 那個 公家界裡面的那個 宅資 電子 吸收的能量 它打斷了那個 間解 形成那個傳導電子 那這個傳導電子 其實它整個 表現出來的那個 特性跟自由電子 是非常相似的 一旦你給它施加一些 電廠 一些那個 拼壓的那個變化的話 這些電子 會 可以進行傳導 就跟自由電子很像 那只不過差別 差別就是說 你並沒有辦法直接的 把那個 上面這個 這個式子 直接把它 對應到那個 半導體才藥當中 因為你知道半導體才藥 形成完之後 間隔裡面有很多 這個原子 那這些原子其實 當傳導電子在移動的時候 它 多少還是會有給它一些 那個 作用力 所以我們這一點是要 把剛剛的那個式子 再稍微去修正一下 差別就是 差別說 我們原本自由電子 所以自由電子的資料 是M0 那你把它改成是M0 這個M0 這個M0 這個傳導電子在這個 半導體才藥裡面的 有效質量的那個 大小 所以它叫做那個 也是說 其實 因為它本身呈現出來的那個 特性 它運動的那個 系列子其實是很像的 你只能把它修正一下 變成有效質量 就是針對說這個電子在這個 半導體才藥裡面 它的有效質量大小 那它同樣也是可以 滿足這邊的這個式子 這個質量 才是要二分之 那個 兩倍就是兩分之 動量的那個平方 就是針對剛剛的 那個傳導電子 所以就是說 如果我們就是 同樣的針對剛剛的那個 那個式子來看的話 那我們知道說 能量動量還有 有效質量的關係 我們把它那個 做一次的那個微分 就是針對剛剛 前夜的這個式子 你把一對那個 批動量差 做二次的微分 那你就可以得到就是說 它的那個 有效質量 還有動量 以及那個 能量之間的關係 是哪個是這樣 這個式子就是我們剛剛前面的那個 最底下那個式子 去做兩次的那個微分 那微分完之後呢 現在這一頁的一個 重點概念就是說 因為你知道二次微分 這樣指的就是我們 這一個曲線 它的那個斜率的變化 所以等於是 你如果說整個 比如說你比較上面跟下面 這兩個拋物線的話 其實只要這個拋物線 那個 那個 偏折的那個 等於是 它越窄 這個拋物線越 越尖銳的話 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它呈現出上面的這一個 傳導的這個例子 它的本身的 有效質量是比較小的 所以你看 上面這個拋物線 跟下面這個拋物線 比較起來的話 上面這個拋物線 是比較稍微 比較靜一點點的 所以 當這個 討論說這個材料的 它的導電帶這個 宅子 就是電子的 有效質量的話 它是0.25倍的那個 只有電子的質量 而下面的話是 架電帶的 所以說針對那個 電動環境的話 它的拋物線是 稍微比上面 比較緩的一點 所以它的那個 有效質量的話 是比較大 所以越尖銳的 這些拋物線 有效質量是 比較小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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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是一個EK圖 那它指的是一樣的東西 因為那個 動量和那個 K這個 波函數的話 它本身的 關係的話 只是插在一個 那個 約畫 不管多長處 H8 所以它們指的是 相同的東西 那當然實際上的話 你真實 製造出來的那個 那個 按摩的材料 不管是錫 或者是神話劑的話 它的整個 情況會更加負擔 因為我們剛剛有想到說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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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的話 它有各個不同的方向 那你這個三維空間 這個方向的話 其實 可能是這些 能量的一些分佈 對東西的分佈的話 會更加的 複雜 那 我想我們直接看 這邊的這個結果 因為 就是 這一頁29個這個 這一頁的 其實也是很重要 我們幾乎在 後面的一些討論的話 其實我們不會 討論到這邊 因為 這個條件看起來 好像 有點怖 其實你得是說 你發現它上面其實 指的是 老電帶下面是 架電帶 等於是說它的這些 曲線以上的話 是我們的 老電帶 它曲線以下的話 是我們的 那個架電帶 那當然上面這個 黑黑 一顆一顆的粒子的話 就是說 它電子已經吸收了 足夠了 你要跑到我的 那個老電帶 形成那個 傳導的粒子 所以黑黑的這個粒子 就是電子 而底下這個 白白的這個 一顆一顆的粒子的話 就是 電子跑上去之後 就下一個 那個電洞 那這裡的話 這算是一個 很經典的一個比較 因為 左半邊的這個图示 是那個 針對鑽石解鑽的 這些圓图示 的材料 那 右半邊的話就是 閃鑽石解鑽這個 生化碟 這樣子的化碟 這個半導體的材料 那 它當然就是說 它的那個能量 對動量的圖形的話 整體那個 擺放前往 或是呈現出 這樣子的進步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們這兩個之間 有什麼 那個 差別的地方 你應該可以 除非要說 差別很明顯就是 在它的那個 導電帶的波 波谷 就是說導電帶的能量 最低 往下 這個地方 它那個 對下的那個 動量太不一樣 比如說 你看 右邊這個 生化家的話 它導電帶的那個波谷 跟我的 架電帶的波谷 它們剛好是在 相同的那個 P-deb的這一個位置 它們是 反正說 你電子如果吸收能量 跑上去的時候 其實是不需要 經過任何的 動量的轉換 因為它動量就是 P是在 相同的一個直線上 它只要吸收足夠能量 就 跑上去了 那 相對來說 我們來看 左巴米這個 這個 你看它這個 電帶的波谷 跟它的 下電帶的波谷 它們是在 褲子的動量上面 所以這樣子的話 相對來說 話題是說 你電子在 寵物裡 家電帶的網路 導電帶的時候 是稍微要比較複雜 要經過一個 動量裡面的轉換 所以我們這裡的話 就是有 針對這樣子的 這個結果的話 去做一個 秘密 就是說 你如果看到 一個 半導體材料 它的那個 能量對動量圖的話 你先去看它的那個 導電帶的波谷 和家電帶的波谷 看看它是不是在 相同的動量上面 那如果是的話 我把它叫做 直接能系的 半導體材料 能 能系就是 老師剛剛講的那個 的 那當然 它的直接的話 就是說 我的電子 在進行這個 能量的吸收 從家電帶 跑到導電帶的話 它很直接 它不需要經過 任何的動量的轉換 它就可以 馬上去 吸收 那個 傳導電子 但是 相對來說的話 右半 左半邊的這個系 它的 電子 跑到導電帶的話 它就 變得不是那麼的直接 它變成是說 要經過一個 動量的轉換 才可以 跑上去 那我們就把這樣子 如果你看到那個 能量對動量 它的那個 波谷對不起來的話 我們把它 叫做那個 間接能系的 半導體材料 對不對 是不是那麼的直接 它中間 必須經過 一到那個 動量的那個轉換 才可以 跑到我們那個 到電帶 那這裡其實 會影響到我們 後面的很多 元件操作 特別是那個 等於一些光電元件 當然我們在那個 半導體裡面這裡 還不會學到 這個光電元件 比如說你 如果直接能吸 接能吸的話 等於說你光電元件 如果要讓它 做一些 發光 或者是吸光的那個 動作的話 其實就是 中間要多一到 這樣子 動量的那個轉換 會稍微比較 可以看到 那個部長 那時候裡面的波納 這些 開個圖 讓大家知道一下 有這樣子的 差異 所以 在這裡的話 我們再把重點 只是講一下 就是說 它的這個能量 對動量的圖形 不知道是不是 剛剛的那個 能帶圖是很相似的 那怎麼會差 沒有差 我們把它 不同動量的能量 把它分數出來 那你會看到說 電單 會有一個 這樣子的 彎彎續續 那有一個波紋 那加進來 我會有一個波紋 那我們這時候 第一個 看到這個圖形 條件去照 照照照照照 它波紋的波紋 是在相同的動態之下 如果是的話 它叫做 之間人形的辦法體 那如果不是的話 它叫做那個 漸漸人形的那個 辦法體產量 那我想這一次 這一個段 一個比較大的一個 注重和重點 那在離開這些事情 我們剛剛 再稍微複習一下 我們剛剛是不是提到 那個拋物線 那個曲線的 那個尖銳程度 跟它的那個 這些 災子的 有效質量 有關 那我們也順便看一下 你看 它 右半邊跟左方邊這個 比較起來的話 右半邊這個神話家 它的那個 拋物線是比較尖銳的 所以你看它的 有效質量的話 相較於 左邊這個細的 有效質量 它這個比較尖銳的 那個拋物線 它的有效質量是比較小的 所以它太呼應了我們前五的 那個 那個 OK 所以這一個段落 重點大概就是 就是這樣子 那同樣就是說 你也是要吸收 超過這個 門系的這個能量 才可以讓這邊的那個 電子從 我們架電帶 跑到我們的 網路電帶來 做什麼 好 好 那既然我們已經 有了那個 門帶的概念 那我們再把我們 之前那個 討論到的 就是 三大 材料的那個 存在那邊 導體、絕圓體 跟半導體的話 如果我們把它 以這個 門帶圖的那個 方式來 呈現的話 其實 那個 你就可以知道說 該怎麼呈現 那當然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導電性最好的那個導體 就是 絕大部分 那個金屬 其實 因為我們知道說 導電性很好的話 你如果先來猜測一下 是不是 等於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冷帶圖 它的比較上面的那個 導電帶的話 至少一定要有 電子的存在 因為我們知道說 如果沒有電子的存在的話 沒有傳導的電子 那當然 你不管怎麼去施加 偏壓施加電廠的話 都沒有 再一次可以去移動 來進行導電 所以如果你要針對導體 這些金屬來講的話 至少它的比較高能量的這個 導電帶的話 一定是要有電子的存在 那它的那個電子分布的話 其實大概會有 以下兩種分布 其實這兩個是很類似的話 就是一定就是說 導電帶一定要有電子 它可能就是說 它的 直接就是導電帶已經被填的 很滿了 甚至就是說快要滿出來 它是partially pure 就是說有部分的導電帶的話 幾乎都是 這個藍藍的部分就是填滿 一個電子的那個狀態 這張一整塊的話 就是我們那個 conduction 的那個 導電帶部分 那比如說像同的話 就是這樣子 一部分填滿 那甚至或是會有另外一種 那個能量的那個分布的情況 就是說 它的導電帶跟架電帶的話 是有點那個open的 有點那個 那個交集 有點涵蓋到的 就像是 以下這個圖形 我覺得說 部分的那個電子已經直接 跨到我上面那個 那個導電帶 那針對這樣子的話 像是 新的這兩種 金屬的 它本身的那個 能耐性的話 它就是沒有人性的存在 就是說它 Always有那個 傳導電子 在我的那個 導電帶當中 那當然就是說 只要 然後施加一個小小火鍋的電廠吸收足夠的洞 它就是可以來進行傳達 電子可以自由的在這個導體當中去移動 去進行那個調整的火鍋 那當然跟導體離最極端的話就是那個捲電體 那捲電體的話同樣也是就是如果我們要以那個人帶體這樣子的方式來呈現的話 其實它一樣也是有那個駕電帶給導電帶 那我們要怎麼去圖寫這種捲電體還有那個人帶體的那個細質 其實最主要的話就是把它中間的那個細 也就是這個一捲大型把它拉成大 那比如說像這個歷史的話 它的這個那個能卸帶大概是91-91 然後電子可能是一個能量的單位 那也就是說代表的意思就是 你如果在這個捲體的材料 你要讓它導電的話 你至少要提供給它的能量是要大於9電子獨特 然後是針對這個材料來講是很大的一個能量 也就是說如果你真的提供給它9電子獨特的能量的話 你還是可以把它的那個電子把它 讓它跑到我們那邊的房間來 不過這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它基本上的話 外界的溫度外界的能量的話 是不足以讓這個捲體 材料當中的那個電子 從家電帶跑到導電帶 那特別就是像是對那個二氧化系這種玻璃這種 絕對的材料的話 它的本身的那個階級是很難去當斷的嘛 所以它的導電帶幾乎是沒有電子的 所以在施分底下的話 它完全沒有辦法呈現導電的性質 那它的那個Jerity的特性的話 就是說它的Bankhead它的能性大小是非常大的 那我幾乎所有的電子都是在 就是在比較低能量的架電帶當中 那我的導電帶是完全是空著 沒有任何傳到電子的存在 那就算你去吃下電廠的話 你還是沒有辦法讓它有 有那個再次可以去進行運動 那這個Jerity的話 本身就是呈現出一個非常高電子率 它的電子率是非常大的一個特性 好 那當然這裡接下來的話 就是回歸到我們的那個討論的主軸 就是針對半導體材料 你看半導體材料的話 它的那個導電帶跟家電帶之間的能力 能力的性大小是相對來說是比較平靜的一點點 它看起來它只是差不多是在1電子 就像我剛剛前面的那個9電子率 那不夠小的話 也就是說你可能外界溫度的上升的話 就足以讓我家電帶的電子 跑到我的那個討電帶 那9電子比較太高了 它真的是那個能量 讓它足夠的能量 讓它跑到我的討電帶當中 所以針對這個半導體材料 因為它的那個冷氣是比較小的 所以外界溫度的話 像我們剛剛知道 那絕對0度當然是沒有能量才是跑不上去 可是一旦你達到那個室溫的話 我外界的這個能量 等於Cubus KT的話 其實就是足夠的去讓我的那個 電子從下降到黑蛋 那像是我們剛剛已經 一直在介紹這兩個很常見的半導體 然後C的話 它的本系大小也是 那個1.12是接近1的 那生化加的話 1.4也是那個1.1 稍微大一些些 你覺得說當你外界提供足夠的能量 都在室溫底下的話 其實它這個半導體材料在 然後應該就有那個傳導電子的那個存在 那它就是可以進行傳導 OK所以這裡的話 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裡的話就是 以那個能帶圖能量轉變的那個模式 來描述說 各種不同類型的材料 它在不同條件之下 它到底是不是可以有導電的那個細節 那當然就是 主要就是能帶的這些概念的話 大家 這是一個新的東西 那大家要 稍微再 那個 複習一下 好 接下來的話 當然就是說 我們接下來比較有興趣的就是說 到底可以實際來 參與我們整個導電過程的這些粒子 這些電子顆粒的數目是有多少 因為等於是說 你就把那個電子顯像成是這裡 那你比較多人可以來扛東西 以及往前衝的話 當然造成的那個電流的大小的話 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這一段的話要討論的就是說 這些宅子的濃度大小 這個濃度當然就是說 在單位體制裡面 這些可以傳到的這些栽子的 這些栽子的 這些顆粒的大小的多多少 那當然我們就是說 在 回歸到最基本的頭的話 就是說假設這個 半導體材料我把它拿出來 那我讓它在這個溫度底下 我就不去對它做任何的那個 能量的攻擊 就是說 我不去改變它的那個 溫度啊 我不對它照光 那一些電廠等等的 都不去對它做任何改變的話 我想知道在這個原始狀態底下 這個半導體材料裡面 它的宅子的濃度大小是有多少 那我會把這樣子的那個狀態把它叫做 那個熱平衡 那我未來的話就是說 包括材料也好 包括進入到原件部分也好 我們都會先去討論它的熱平衡狀態 也就是說 你先不討論它室價併壓的那個氣息 看這個材料這個原件組成完之後呢 它裡面的一些材質對應的變化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未來可能才會去討論到說 操作在順片 操作在逆片 不同併壓情況底下 它的那個 所呈現出來的一些特性 所以 這裡的話我們要先學會這個一次 這個熱平的話就是說 你固定在這個溫度之後 你就不去對它室價任何的能量 那我們去看它在這個狀態底下 這個溫定狀態底下 它的一些那個 在一起的那個 分布的一些情形 OK 那當然就是說 假設溫度已經固定了 那這個溫度已經足夠讓 我的那個電子從 下電帶跑到老電帶 那當然 電子和電動速度是 成雙前會出現的 速度應該是一樣的 那我們就會把這個 呃 最原始的那個狀態 我們就是 還沒有去對它做一些 加工處理的那個 半導體材料 我們會把它叫做 本池半導體材料 一群性 就是基本的本 然後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本池的半導體材料 那就是我們就會去找 本池材料裡面的這些 宰值的溫度大小 這些本池材料 它的這個宰值 為什麼沒有這些宰值 這些顆粒呢 就是因為你外界溫度的那個上升 因為你外界的這個熱門 提供給它 讓它在這個本池半導體材料裡面 自然而然就會有存在這些 那個可以進行當地的這個 那個 例子 OK 所以這裡的話當然就是 一樣 不要看到很多這樣子的那個 那個積分式就會覺得很難 就是 更好的這樣子 一樣就是說 我們只是用這樣子的符號來 就是說它的那個 Electron density 就是電子的濃度 那一般這個 電子的濃度啊 或者是我們剛剛前面 大表演這個東西的缺選的話 這個濃度的大小的話 其實只是一樣的東西 它的定義的話就是說 在單位體積裡面 它的電子的數目 所以你未來的話就是說 你未來我們看到很多題目的 要去寄算一些 那種度的大小的話 你記得 那種度的大小是那個 體積的榜數 什麼 就是說 立方公分裡面呢 有多少顆的 電子 所存在 那當然 這裡的話就是說 我們要看它的那個 電子的數目的話 它 右邊這個圖形的話 可以是說 比如說像是導電帶的話 假設完全沒有任何的那個 電子填 電板的話 它只能是空著的 那 你如果從加電帶跑上去的話 當然就慢慢的會去 填滿它的這個 這些冷氣的 冷接的那個位置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去調查 導電帶 它的那些電子的那個數目 然後 我就把它從 零接到 一趟 所謂的零的話就是說 導電帶最下游 我就是把它 假設它是能量最低的 能量等於零的位置 那我把它從頭到尾 積分起來 那這個積分 針對的對象是什麼 在底一裡面 所謂的底一的話 每一小段的那個能量的話 比如說底一裡面 它可能有好幾個能階 我看這個底一 一小段這個能量之間的話 它裡面到底有多少顆的那個電子 那我把它從頭到尾 積分起來的話 我就可以得到說 在那個導電帶那邊的那個電子的數目 就是它的能量的大小 那我們這裡的這個N的話 就是說在底一裡面的這個能量大小 我們又可以把它拆成電分 兩個成分來看 底一顆當然就是說 其實它概念就是 有點類似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那個 你會把它想像成座位 然後跟坐在這個座位的那個 那個數量 如果我們這裡就是 以一個機率的概念來討論 也就是說 你可能在這個底一裡面呢 它有大寫分這個 那麼多的座位 那每一個座位被電子填滿的機率 用F來表現 它可能是有做電子 它也有可能沒有做電子 那你把它相成起來的話 就是在這個底一裡面 這個大小 那當然這裡的話 我們就是 這個分布的機率的話 我們會是以一下這樣子 那個 貝姆迪亞克常數 分布的那個盤式的話 來表示 也就是說它會有這樣子 ER、EF 那這個EF的話 其實我們要介紹 等一下我們現在又會提到 就是說 它等於是說 整個 當它這個電子填滿 在佔據這個 能量的那個機率 是 二分之一的時候 它的那個 能量的這個大小 把它叫做EF 那當然它其他的一些 加速還有 換接物件的話 其實都會去 影響到這些 電子填滿的那個 那種情形 所以 下面這邊的話 當然就是 我們先看 外面的這一個 後面的這一個 你會看到說 它有不同的那個 曲線 這不同的曲線的話 指的是在不同的溫度底下 它的那個 電子分布的那個機率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它 在EF的時候指的是 它電子填的那個機率是 門子填滿是一半 所以剛好這個點的話 其實就是 剛好是在一點 就是剛好是在一半 那隨著 那個 一減掉EF 如果 因為你就看上面的那個 十字 一減掉EF 這邊是它的那個 分布的那個機率 那 一減掉EF 如果是 越大的話 其實它 佔的機率是 越來越下方的 會有這樣子 呈現出這樣子 一個分布的那個概念 那當然整個 那個曲線的圖形的話 是 對稱 有一點要對稱 的那個形狀 那我們就是八個 我們知道說 E減掉EF等於這個點的話 就是剛好是 能量等於EF的時候 它 電子佔助的能量 剛好是一半 那 你如果越往正的話 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人代圖是 越往EF上方去 那個 移動 那當然電子的那個 在比較高能量的時候 電子佔助的機率是比較低的 那相對來說 譬如說 EF如果是負的話 它的那個 能量是往較低能量去分布的話 那電子佔助的那個機率 是稍微比較高一點點的 所以這裡的話 當然就是 我想 呃 第一個重點就是說 你要知道它的這些 積分 這些積分是 不需要去背 不過說 你要至少看的時候 你要知道它 要描述的是什麼 它這個領基到top 就是說 導電帶的最下原 基到導電帶最上原 那你在 底一的這個 兩樣區間 它可能有那麼多的那個 電子數目 那這些電子數目 我可以把它拆解成說 有那麼多的座位 那每一個座位 被這個電子填滿的機率 在不同的溫度 不同的能量底下 然後它其實 那個填滿的機率是不同的 可以把它拆解成這樣出來看 而這個填滿的機率的話 我們可以用這個 盤數的那個分布來描述 那當然這個盤數分布的話 我們在那個圖形這樣子來看的話 就是有這樣子對稱的情形 那 電子數一個叫 EF這個分布來描述 只要 就是說 在這樣子的 那個 能量的位置的話 那電子填的機率 反而是 一般 那就是說 越往高能量的話 其實電子填的機率是 越來越低 因為能量比較高 那 然後低能量的時候 它的那個 能量 機率是 那個 鐵的機率是 稍微大一點點 OK 那我們今天 還需要把這裡 稍微再做一個總結 就是說 剛好一氣呵成 就是 呼應到就是說 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個 錶電帶加電帶的話 既然它的那個 電子的那個 分布的話 我 我這個 這個圖形我剛剛已經很熟悉了 錶電帶下電帶 它的那個 下圓 上圓 還有它能量性 這樣的這種小的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個 座位的話 其實你要知道說 它的 可以讓電子座的那個座位的話 在中間的這個能量其實 完全不會有任何座位的 也就是說你 電子的用 就是說 這個跑上去 它不可能電子 卡在它中間的這個 能量上中的那個位置 所以你看 它這個圖形的話 這個N 就是說它的那個 等於是它那個位置 座位的那個分布的話 基本上全部都是分布在那個 加電帶段 就是軟電帶 它中間的能量其實 沒有任何位置 可以去讓它做的 那 第三個這個圖形的話 就是 就是 我們剛剛前一頁圖形把它 稍微去 顛倒 轉換一下 也就是說 呃 電子分布的機率 在比較低能量的時候 你看它是接近100% 幾乎所有的電子 它們都是會想要 佔據在能量比較低的地方 那它只有就是說 少部分的話 才會有 呃 在這樣子的那個 溫度這樣子的能量底下 它才會有一些電子 它們會吸收這部分的能量 然後跑上去 那我們就是把兩個這樣子 呃 相乘啊 然後積分起來的話 其實就可以去 得到它的 呃 在軟電帶 和加電帶的那個 那個 那個分布 那我們這裡的話 其實 呃 我們最後來看一下這一個圖形 這個圖形的話 就是說 在軟電帶跟加電帶的話 那一開始它的 這個Ni的話 就是 本質的那個 摘子濃度 那 我這個 小N跟小P的話 這個小N指的是那個 導電帶的那個 電子的那個 濃度的大小 那小P的話 就是那個 架電帶那邊 電動的 濃度的大小 那這兩個 濃度大小 為什麼會 一模一樣 你看它的形狀 它的那個素質其實是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說 這裡的 架電帶的電子 吸收的能量 跑上去的話 跑上去一顆 它就會在下面留下一個 電動 那跑上去兩顆 就會留下兩顆 所以你跑上去N殼的話 其實 在底下 加電帶留下電動 輸入的話 也是N殼 所以等於是這個 N等於P 那我們就是把這樣子的那個 摘子濃度的話 再特別用一個Ni本子 出來描述它 就是說描述在這樣子的 熱明的狀況底下呢 那它的 有副分的電子 是吸收的能量 跑到老電帶 那它在 加電帶留下相同樹木的那個 電動 那這兩個 那個 極限不同的 材質分布 是相等的 然後等於這樣子 Ni本子同步 來表示它 表示這樣子的那個 材質分布的情況 好 OK 那不曉得今天的那個 為什麼 不知道同學人為什麼 我們當然就是說 呃 中間的 有些討論過程 可能會看到一些 積分 一些數學士 那當然 只遇到這些數學士積分 如果需要記的話 我只會可以跟大家想要 那 如果老師沒有特別想要 我們至少會去 複習探的時候 你要知道 它是怎麼來的 它是為什麼 好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可以學啊 很多新的東西 包括一些 那個 晶體那邊的一些 顏色 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 主要的概念就是 那大家就是 好好地回去 利用時間 稍微複習一下 那我們 下個禮拜上任的話 就是會先去這邊 就是會進行到 討論 採證 採證 也是一個 那 後分的 好 那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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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